疫情期间最让我意外的是家庭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我以为在疫情期间 爸爸妈妈 甚至于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了 对不对 整天在一块 应该家庭教育更加欢声效语 应该更加有更好的教育效果 但是其实并不完全如此 有一些家庭很好 就像我说的那样效果 但是也有相当相多的家庭 关系更紧张了 那背后的原因我觉得 其实跟父母们的焦虑 有很大的关系 人为的给 我会发现不干的 那是更多的这一些 就对 wel应该是 然后我会发现我觉得 不平等的家庭 实际上还真是 写着不平等的家庭 当地是因为 因为我进的这个 我可以将写着 我脑子 就得有散发 我脑子 我其实已经可以出现了 我刚才想到 té 我这还没脑子 我会来说 就得了 我这个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时间读那么多的书 写那么多的文章 有什么办法 我说其实很简单 我说就是我的一个习惯 早起的习惯 我每天早晨大概五点多钟起床 开始工作 开始读书 开始写作 那么到八点上班的话 差不多将近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个对我来说 是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父亲的礼物 我父亲是个小学教师 他当时在学校 每天早上上学之前 他把我叫起来 五点钟叫起来 开始写毛笔字 结果我说我字没写好 但是早起的生活中形成了 当时我还很抱怨父亲 小时候看那个半夜街角 你就是那个皱薄皮 每天早上把我床上拎起来 我说你多残忍 但是现在我想想看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 你想想 我每天比病人要多两个小时 一生我要多多少时间 所以作为一个家庭来说 怎么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是非常重要 一生涛先生 他说教育其实就是一件事 就是培养习惯 培养习惯 其实就是达到了 不教自教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我觉得父母亲 把这三件事情做好了 整个的家庭教育的根基 就坐牢了